你好我是澳洲Henry 之前在频道里面分享了很多 跟投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时候就有键盘侠出来怼我说 你敢不敢把你投资的股票 跟我们公开一下 我真的犹豫了好久 但是我决定今天这一期视频 我要彻底放飞一下自我 我今天要跟大家揭秘一下 我投资的5只股票 我是澳洲Henry 在你用商业视角看海外生活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先事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一个金融领域里面的专家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所有一切 我在视频里面讲到投资内容 比如我过去分享的 我是怎么样从0慢慢积累到10套住房的 我是怎么样一个月拥有5万块钱的被动收入的 包括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投资股票 都是我自己真实在操作的一些行为 我只是把我真实的一些体验和经验分享出来而已 其实从我刚入职场的那一年开始 我就开始投资了 跌跌撞撞到今天也有一个11年的投资生涯了 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成功的 即使我今天投资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那个方法分享出来之后也不一定适合你 毕竟每一个人的性格 每一个人所处的背景 你现在的收入 你能承担的风险都是不一样的 你把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 当成一种体验 当成一种参考就OK了 但是请记住任何投资都有巨大的风险 无论你是喜欢投资的还是你喜欢听戏的 那你就听我讲一下 我们半年之后来见分享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动物投资会赚钱吗 跟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猴子买股票的一个实验 因为通过这个故事 你才能知道买股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1973年普宁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 博顿麦希尔做了一个实验 他找到了一只猴子 对着这个黑板上的股票呢 丢飞标 然后丢到哪只股票呢 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就记录了5只股票 形成了一个组合 又和这些华尔街上面的分析师 选出来的股票呢 做了一个对比 全部记录下来 过了一年之后 猴子选的这个投资股票的回报率 居然碾压了这个华尔街上面的 投资交易分析专家 那华尔街的这些专家当然不服了 这不是在羞辱我们吗 后来呢 美国有好几个电视台 好事又搞了几次类似的实验 但是得到的结果 都是猴子选出的股票 会战胜华尔街的投资专家 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股票的价格 是否可以预测 这个市场上永远有两种说法 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 有一部分人认为市场是无效的 认为市场有效的这些人呢 认为无论你去研究什么市盈率 美股收益率 包括现在每个股票公司的一些新闻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 别人都知道了 所以股价是无法预测的 而认为市场是无效的人呢 会觉得每一个信息都可以代表着 未来的股价会往不同的趋势去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股价是可以预测的 他们会进行大量的投机行为 那么你认为市场的信息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呢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在我们观看视频的过程里面 写在描述区里面 我会在视频结尾的时候告诉你 我的信仰和我坚持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讲我投资的五只股票了 我会先告诉你几只我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股票 为什么我要先讲澳洲的股票市场呢 是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在一个国家里面 你决定了不投你这个国家的股票 你买了其他国家的股票 那么就意味着你不仅在投资股票 你还在投资外汇 也就是说你的风险比在本国投资的人要多了一重风险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在投资上面其实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才是投资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我想先跟你讲 我在澳洲本地投资的一些股票 澳洲股票整个市场的估值也就只有1.3万亿美金 什么概念呢 就亚马逊一家公司的估值都比整个澳洲股票市场的估值还要高 但是其实这个估值已经不低了 整个澳洲市场的估值在全球排到第15位 因为澳洲本地人口比较小 本地的消费市场比较小一点 另外税率比较高 无法吸引这些大的公司进来 也无法吸收很多热钱 涌入澳洲的本地的市场 所以澳洲的股票市场规模并不大 但是澳洲可以投资的机会其实非常的多 我今天就带你在澳洲的股票市场里面先淘一把金 第一只股票和电动车有关 那电动车用到最多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就是照电池的锂 锂电池的这个技术已经现在广泛的运用了 不仅会用到汽车电动车自行车 甚至还会用到一些军事装备上面 当然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也是离不开的 锂的价格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不稳定 但是它是跟这个黄金跟白银一样 是有一个每天都在变动的这个一个交易的市场的 Elon Musk曾经就说过说锂矿根本就不值钱 全世界到处都是 然后他说他自己要做一个锂矿公司自己生产锂 Elon Musk虽然口头上一直说锂矿不重要 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诚实 和澳洲的这个PLL公司呢签订了一个长期的锂矿的绑定协议 那我要给你介绍的这家锂矿的公司呢叫做Galax 股票代码是GXY 锂矿的质量呢是分配不云的 澳大利亚整个国家呢非常幸运 大概有整个世界17%的锂矿 而且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在经历了几年的这个股价的颠簸之后 去年呢开始把这个重心放在了锂矿上面 Galax这个公司呢现在至少拥有4座锂矿的这个矿场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公司稳步的发展 盈利能力也在不断的上升 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里面给我带来了还是不错的一个收益 但是我真正看好的是Galax这家公司具备了多年采摘矿石的经验 另外一个是他重仓锂矿的这个选择 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里面电动车市场一定会非常的火爆 所以无论哪个生产厂商赢 Galax这家公司都会从中受益 第二家澳洲公司我要给你推荐的呢叫做C-Link 是澳洲本地的一家旅游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你知道最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吗 是邮轮 是的你没听错 就是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的重灾区邮轮 C-Link不仅有邮轮渡轮 而且控制着很多长途汽车的中转站 在全球都有跨国的旅游服务的一个布局 说到我为什么买C-Link这家公司 是因为在疫情前呢 澳洲的这个旅游业务是我一直非常看好的 但是在很多的这种旅游服务里面 我感受过的几家公司呢 C-Link是其中一家 让我觉得这个服务特别稳定 尤其是员工的服务态度特别好 我能感觉到那种工作的热情 所以我非常看好这家公司的业务 我为什么可以一直持有C-Link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是因为在疫情来的时候 我根本还没反应过来呢 我已经来不及卖了 就当他股价腰斩了之后 我当时那个价格我真的是不冷心卖 我想就随他去吧 但是没想到今年过了疫情之后 这家公司的股票开始暴涨 不仅完全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且呢也来到了一个历史高位 在全球化的这个旅游业务压力最大的时候 这家公司可以正常的生存下来 我觉得这家公司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本地的旅游业务现在是非常的火爆的 我跟佳人呢就曾经跟朋友想一起 今年去一趟墨尔本当地的雪山去旅游一下 结果现在雪山的价格已经疯掉了 一晚的住宿费要达到2000多澳币 疫情迟早有一天会恢复的时候 人们对旅游的这种乐爱不仅不会消减 而且会大量的反弹 而Sealink公司在艰难的时刻 收益力在不停的上升 另外呢整个公司管理层 对未来的旅游业呢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我非常看好这家公司的发展 所以我在这家公司的股票涨了很多之后 我也没有选择卖掉一些股票 实现一个盈利 我会依然长久的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第三家公司我要跟你讲的是一家澳洲的蓝筹股了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你人快没了 但是钱还没有花完 医疗和大健康领域是现在 尤其在疫情下面 人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澳洲的医疗水平不高的 但是我经历这次疫情 经常听到一些节目里面 讲到了纽约刀 这些杂志上面的一些著名报道的时候 都会提到 澳洲某某科研机构 澳洲某某医生 澳洲某某科学家 我才知道澳洲的医疗水平原来是如此的先进 有科学报道澳洲虽然只占到全球不到0.5%的人口 但是却给全世界的医疗成果贡献了超过3%的一个比例 大健康是我在疫情后期才开始关注的一个板块 也是我开始不断提升仓位的一个板块 我最看好的这家公司是叫CXL 是澳洲家喻户晓的一家最大的医疗研究机构 主攻血液癌症还有流感等一些疾病上面的一些研究 整个在疫情期间澳洲的这些科研机构 几乎都是冲在第一线的 所以在未来的疫情的大环境下 CXL是一家非常安全 可以不断提升仓位的一只股票 OK我们要说第四只股票了 我们终于要开始告诉你 我投资的美股了 今年巴菲特老爷子又做了一个这个伯克希尔哈扎维的股东大会 这次股东大会呢更像是一次批头大会 巴菲特老爷子承认伯克希尔哈扎维在过去几年呢 在投资方面的表现并不显眼 并且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 错过了很多机会 但是这个倔强的老头子说 有一家公司他会继续加仓 其中就强调了说有一家公司他是最看好的 仓位在不断的提高 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回购了一些他的股票 现在他回想起来非常后悔 所以他说我要继续重仓这家公司的股票 把我之前卖回去的股票都要买回来 这家公司就是苹果了 尤其是今年你发现了吗 科技股其实都在回调 所以今年我觉得还是一个买这种科技股的一个好机会 我不想跟你讲太多什么技术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去年这个苹果拆股之后的影响 还有呢就是iPhone12上市了之后 反响不是特别的热烈等等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长期看好苹果 而且我愿意重仓这家公司 第一个就是苹果进入任何一个行业的时候 他的竞争对手都不会讨厌他 而是欢迎他 因为苹果开始卖某一个产品的时候 就会显得他们的产品特别的便宜 苹果进入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产品的价格开始往上怼 然后科技含量开始往上怼 反而会帮助到他的竞争对手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观察过周边的小朋友 就是有很多父母自己用的可能是安卓的手机 但是却给小朋友采购的是iPad用来学习的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iPad的销量特别好 这就导致了这群小朋友等他们长大了之后 他们对iOS的熟悉程度要远超于windows和安卓这些操作系统 所以这就是我长远非常看好苹果的一个原因 第五只股票我要告诉你的也是美股 那个小米的雷金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那一个股票是站在风口上飞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家叫Eton的公司 Eton目前是北美最大的电力管理公司 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分公司 他们的所有的业务里面包括了航空航天电力等等 Eton有40%的收入都来源于电力设备的系统上面 因为Eton占据了整个电力行业上下游的几乎所有的产业链 就比如说美国政府想要推广的绿色能源 比如说风力发电 其中的发电设备电的运输电力的管理的软件 都是由Eton来掌控的 拜登宣布了一个2万亿的气候改变的计划 以及美国要在2035年前实现电力行业零碳污染排放的一个标准 Eton这家公司就突然站在了这个风口上面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Eton的前十大的机构型股东 分别是哪几家 你看到了吗 有Vanguard还有摩根大通 还有就是这个著名的黑石 几乎所有著名的这些对冲基金投资基金 都把Eton作为了今年重仓的一个首选 所以这个Eton成为了我今年投资的第五个选项 我给大家介绍完这五只股票了 那回归到主题上面 这个市场上面永远都有两种声音 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市场是有效的 就是没有投机的机会 而很多人觉得市场是无效的 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是有效理论的一个支持者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投资市场里面比我聪明的人多的去了 跟他们比起来 我在投资里面的知识储备和我了解的一些信息远远不够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我几乎放弃了跟你讲任何股票收益率等等一些数据 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股票的一些基本面和长远的一个趋势的判断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我的时间是有限的 股票在我的整个投资组合里面 它充当的其实是一个缓冲的位置 我自己个人的规划呢 是会把我大概5%到10%的个人财富会投资在股票里面 因为股票呢 跟房地产比起来呢 没有那么稳定 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股票流动性却特别强 就是如果我现在需要用一笔现金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把股票卖掉 所以它的流动性决定了就是我会把它当成一个现金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 而我在投资股票上面我可以投入的时间非常少 我也不会像那些专家一样整天盯着屏幕去看 所以当他们知道一个信息进行抛售的时候 我的反应是完全跟不上的 所以既然跟不上 我也就不去想了 所以我更多的是把股票当成了一种被动的投资 但是你也不要失望 因为我们和那些大型机构相比 我们有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是时间 虽然我们不能在市场有效性 在信息上面战胜它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时间上面战胜它 只要你能够相信一件事情的一个大趋势 时间就会给到你答案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投资两种产品 一种是投资我们的金钱 让它出去帮我们赚更多的钱 另外一点就是要投资自己的大脑 在今天这个时代 愿意去花钱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分享这本书 我想让大家知道 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分享出去 就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帮助 只要别人感受到你的价值了 他们就会喜欢你 就会愿意购买你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你还会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想把分享这本书 我们在亚马逊平台上面卖40美金的这本书 免费送给你 你现在只要点击我们屏幕结尾的那个链接 或者我们视频描述区的链接 免费领取这本书 我希望你可以从中间有所收获 好吗 我是澳洲亨瑞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下次见